前段时间我们节目输了 微信朋友圈里热传什么呢 肉松是棉花做的 最近又有新的开始传了 我发现有一些自媒体 它就不传这些正确的事情 传一些不靠谱的 这次又传啥 说这两天有人在传 说这个虾里面有寄生虫 不能吃了 看了吗 看了啊 看你这种啊 看了吗 看了吗 出来了 看了吗 这条小视频中 拍摄者先是剪开虾的头部 然后一拔了 虾肉里就露出两条 卷曲的白色现状物 并说这是寄生虫 看了吗 这葱子 这这活虾里的葱子 看了吗 还有一个呢 还有一个呢 看了吗 还有一个呢 随着小视频的迅速扩散 不少消费者又陷入了疑惑 视频中两条白色的现状物 的确非常像寄生虫 看着令人反胃 看着令人反胃 那这虾还敢吃吗 很多销售虾的商贩 表示自己也是第一次见到这种东西 还有商贩直接拆开自家再臭的虾给记者看 但也有不少商贩表示 这种白色的现状物很常见 属于虾身体上的一部分 那么这东西到底是啥 是商贩们所说的虾精虾脑 或是真相小视频中所说的 是寄生虫 我们了解的一个所谓的寄生虫啊 都是个体非常小小的 肉眼不看得到 就很小小的 不可能有这么大的寄生虫在里面 那么视频中所说的寄生虫到底是啥 烟台市水产研究所的专家告诉记者 这两条白色的现状物 其实是熊虾的书经管 原来没成熟的书经管呈透明状 和虾肉颜色很相近 并不是每只熊虾都会看到 所以老百姓可以放心使用 听专家这么一说我就放心了 所以在这里要提醒一下 不要有事没事 就去看微信上那些小视频 他们大多都是不懂装懂乱传一气 别以为就不用负责任了